这是雍正王朝里著名的八贤王 表面上带人宽厚 广纳贤良 实际上阴狠毒辣 蛇邪心肠 他面无表情的问话 地上贵制的亲信却恨不得抢占起来 一刀捅死牙的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满嘴仁义的家伙 一面派自己在西北监视老十四 一面去写书信给另外一名亲信 让人家借机除掉自己 如今他已经和十四爷达成双面协议 一边兼任专职快递员进京送礼 一边在老八这儿虚语尾意 性格憨实的老十自他进门 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一次你们是怎么搞的 老八一把拦住老十 随即自己问话 听说你这次立的大 是 我的信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么十四爷出兵你也是赞成的了 恶伦带猫着眼苍白的替自己辩解 不是奴才不听八爷的话 实在是您不在前方 不知道那里的情况 十四爷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言 一番问话让哥几个更加确定 恶伦带这奴才已经变心了 老八也不急着行尸问罪 把话题转到了十四爷给康熙带的寿礼上 皇上万寿 十四爷给皇上送的什么礼啊 是一块天石 是天上掉下的一颗流星 只是上面有一个寿字 八爷一听 这里面大有文章 沉吟片刻记上心来 带恶大人下去用饭 这恶大人也许是真的恶 跟着管家就走了 连寿礼也不拿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呢 我们把老十四砍走眼了 他掏出一封雅布奇寄来的信 大致意思是 八爷让除掉恶伦带的事情已经泄露 老九就看不明白了 八哥 您干嘛叫雅布奇杀恶伦带 你们也以为是真的 我就是再糊涂 我也犯不着给雅布奇写信 让他害恶伦带 那您的那封信 我压根就没写什么信 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高手 这里的逻辑有点混乱 如果八爷的说法是真的 那么他就彻头彻尾被冤枉了 从老十四的犯罪前科来看 确实有这种可能 甚至连老八刚刚拿出来的这封信 都可能是假的 目的就是为了坐实老八 让雅布奇除掉恶伦带的事实 但是呢 凡事都有两说 八哥的话就那么可信嘛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 为何不直接跟恶伦带挑明事实呢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这封信呢 这里边的真实情况 恐怕也只有老八和老十四自己知道了 当然了 老九老十暂时还没有怀疑八哥的理由 总之 有了这封信 八爷成功的将十四爷推向对立面 狗的 难怪又是大声张又是现天使 原来说老四想当皇上 现在看起来老十四才想当皇上 三人眼神一碰 电光火石之间迅速达成默契 那就是动一动老十四这个天字号的寿礼 三人缓缓打开包装袋 一个精致的宝箱显现出来 八爷一声令下 老十熟练的撬开宝箱底座 传说中的流星天使映入眼帘 从面上那个生动的大红寿字来看 这没准啊 又是十四爷造假的新作品 不管怎么说 有了这块天使 老八下定决心要走一步险棋 这是康熙的最后一个生日 他找了一千个年龄相仿的老头 一起吃饭喝酒看杂技 名曰千寿宴 却差点被自己的儿子们气死当场 生日宴上 六十八岁的康熙身体已经日渐衰弱 但有西北大街的消息垫底 康熙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一通雷鼓震天响 把一个正在吃菜的老头吓了一跳 康熙乐得哈哈大笑 也许是过于兴奋 康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低下的头好久都没抬起来 吓得一旁的李德权连忙询问 康熙摆了摆手 他知道 台下老头都在看自己 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于是挺起身板 勉力支撑 李德权赶紧找张廷玉商量 张廷玉知道 如果停了庆典 找御医来给皇上诊脉 等于直接告诉百官 皇上快不行了 如此一来 必然引发朝野震荡 不如将后面的娱乐项目全部取消 直接进入最后环节 龙子献礼 朱皇子给皇上拜寿 儿臣恭祝 皇爸爸胜寿 朱皇子向皇上敬献寿礼 老大老二都被贬为庶人 终身监禁 自然是从老三开始 老三是个文化人 他的本质工作是写书 所以他送的寿礼 是自己带队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 光目录就厚厚的一塔 康熙大喜 给老三赏了双心 接下来献礼的是四爷 四爷本身是个礼佛之人 送上的寿礼呢 是自己亲手撰邪 并送念一万遍的金刚经一部 康熙笑了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就当你真念了一万遍吧 随即呢 也要给老四赏个双心 谁知道老四居然不给面子 直接当场拒绝 原来 四爷想借这个高兴的机会 帮十三爷说说情 论孝心 还有一人胜过而成万倍 这是皇十三子印象十年来 鲜血刺血的孝金 托儿臣转成皇阿玛 康熙眉头一紧 看不出是高兴还是心疼 全且让李德权收了 老四还想开口 身后的老八 那是卯足了劲 赶紧抢话 儿臣紧惧非礼 为皇阿玛祝寿 老八的寿礼一笔带过 门外的恶伦带受到信后 抱着寿礼就进去了 这恶大人也不知道 在搞什么鬼 寿礼被替换 你没发现也就算了 重量轻了十倍不值 他竟毫无察觉 没事人一样举过头顶 对这个假兽礼 就是一顿猛夸 回皇上 是一块流行天使 上面天生落着一个兽子 大将军王说 这是上天给皇上 增福增兽的吉兆 旁边的老九 慌得都快不行了 老八呢 倒是出其淡定 那可是难得的吉物啊 即使上天所赐 朕亲自来接 随后吩咐李德权 接过钥匙 开箱验货 随着老十得意的一笑 众目睽睽之下 李德权掀开盖子 又触电视的慌忙扣上 没什么 一块石头 没什么好看的 康熙怒了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东 作为父亲 康熙是真可怜 68岁大寿 竟收到儿子们 精心准备的特殊礼物 一只死鹰 寓意 引老鹰死了 康熙紧闭双眼 想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死鹰 站在原地 缓了半天 超过半个世纪的经历 告诉他 越是紧急的时刻 越是要沉着分析 冷静对待 老八剑康熙居然稳住了 随即递了个眼色 老酒老实 心灵生会 立马开始第二波骚乱 土里琛 快把恶德带过抓起来 龙克多 龙克多 快将出路赌注 不要放走了同党 土里琛嘴里答应着 可身体的走位 却是直奔康熙 第一时间 护住他的周围 一方不测 而龙克多来了以后 则更加稳妥 都不要动 现在就听皇上的旨意 该怎么办 请皇上示下 乱不了的 乱不了的 你说的对 都不要动 各位原位 就地警戒 现场瞬间恢复平静 只有恶伦带大声喊冤 康熙当即立断 老酒老实 显然并不甘心 一个劲的 添油加塑 说这是谋逆大罪 不能轻饶 而康熙顾不上大力他们 只淡淡的说了一句 有罪 无罪 天知道 走了几步之后 终于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现场顿时大乱 老王善更是直接一个大棚展翅 口中直呼 宣太医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康熙接下来 并没有继续追查死鹰的原委 而是把朝中重臣 全部撤职 老四老八同时抬头 茫然的跪在原地 老四抬头是因为他想不明白 难道黄阿玛 真的老糊涂了吗 而老八抬头 则是对他们苦心谋划的一场乱局 被康熙轻松化解的失望和不甘 老爷子既不处罚恶伦带 也不追查老十四 反而把他和老四一炉到底 看来是铁了心 要扶老十四上位了 这里说说八爷 为什么要换死鹰 首先 应该有坑老十四的想法 但他也知道站不住脚 以老十四目前的一手好牌 根本没必要作妖这么一出 再说 鹰明贤是刚死的 以康熙的精明睿智 不可能看不出 加上老九老十在一旁拱火 康熙肯定猜得到 是八爷党搞的鬼 所以老八的目的就是显而易见了 那就是故意要以这种悲劣的手段 气死老爷子 老八已从太医内里 得知康熙的身体状况 大陷将至 正好借着死鹰事件 让康熙气血上涌 即使没个当场气死 面对现场乱象还生 对整件事的把控和理解 只要稍有偏差 便会生出天大的乱子 这朝局一乱 康熙的病情雪上加霜 八爷党内外呼应 必将大有可为 他没想到的是 康熙虽然气晕 但事后却隐而不发 硬憋下一口恶气 就好像这事跟没发生一样 让他们没了继续发挥的空间 事后老王善拦住林国康的去路 询问康熙的病情 老太医表面上风轻云淡 说出的话却值得推敲 敌人自有天下 不要紧张 老王善仔细回味 似乎领悟到什么 这老家伙 是不是说只有老天才能救皇上 那就是人力不可及 只能听天由命了呀 于是按下决心 直到找到四爷 开门见山的说 这个皇位你必须整 回顾老王善的一生 他在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为大清培养出一个 合格的接班人 可是他用40年压在了太子身上 很显然这步棋走错了 他想在临死前扳回一局 经过他的观察 四爷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能妨碍四爷继位的 其中就有那么一个不祥的女人 郑春华 实在也被圈禁之前 把郑春华托付给四爷 郑春华在四爷府上的事 连王善都知道 更别说八爷他们了 之所以引而不发 就是想留着这张牌 在关键的时刻把四爷搞臭 所以他的存在 就是四爷登基路上的一道坎 必须有人帮他铲平 更何况 这女人还害了太子 老王善主动请应 要接下这个 力所能及的清障任务 四爷 你要不忍心 就让老臣去见见他 他要是不肯死 当场就把他休死 四爷看着老王善 沉默不语 果然 在王善的一番羞辱之下 郑春华去了 得到消息后 四爷预感大事不妙 策马来到王善府邸 老王善早已遣散家人 静静地等候四爷的到来 我这一辈子下了两步棋 一步棋下输了 一步棋下赢了 这一输一赢 我是不输不赢啊 说完 将手中的毒酒一饮而尽 四爷 老臣要走了 您的路还长着呢 您可要 您可要好好的把它走完啊 老爷子一路走好 随着老王善的离世 夺敌之争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而四爷这边还需要乌司道替他出谋划策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关注转发 四爷这里先行谢过了